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地居民主要以农业 养殖业为生 开设了红丝罗工厂后 使附近村庄的居民增加了工作机会 当地居民增加了红丝罗工厂的居民增加了红丝罗工厂 提供了红丝罗工厂的居民增加了红丝罗工厂 当地居民增加了红丝罗工厂的居民增加了红丝罗工厂 工厂也提供课程教导 乐器制作等 每当工厂举办群众开放交流活动参观时 相互交流相关知识或移教勤艺 因此这里是当地音乐爱好者聚集的中心 我们希望泰国北部的传统乐器能涌传于世 来到红丝罗工厂可以更了解很多泰国北部的乐器 但是这类的乐器越来越少看见了 但是他们还是坚持地要保护他们的文化 东盟卫视MGTV记者李明慈张大威 泰国帕夫报道